好,我们一会儿一次试下麦,对不对? 我们先请道场的老师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一波,我们试下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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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嗯,好,两个。 12341235,嗯,OK。 好,薛琪老师。 喂,喂,喂,大家好。 请。 好,OK。 然后我们试下麦。 嗯,您好呢。 试下麦克风。 Hello,Hello,嗨。 喂,喂,喂,OK。 李琪的麦啊没事吧? 没事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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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等会儿再这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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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剧情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关键点 有的人经历了生死离别 有的人惨遭了信仰的悲刺 所以今天我们也在活动的现场 进行了一次破浪前夜的秘密聚会 首先呢 我们先请我们追风者的小分队们 跟我们现场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依次打个招呼 来 从一博开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在追风者中饰演薇如来 然后我今天呢 也带来一个算盘的凶真 因为对于薇如来说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能 是 这个算盘凶真 其实是剧中薇如来的看家本领啊 所以今天一博也是带来这个算盘凶真 跟我们见面 接下来我们欢迎清清 大家好 我是李庆 在追风者当中饰演的是神经珍 我今天带有玫瑰 然后还有一把枪 因为它是双面的身份 既是护上千金又是地下党 所以是一个花上面有一把枪 所以又有枪又有玫瑰 是不是 很多网友都说 神经珍是一个美丽又迷人的角色 所以也是一个双面的人物 好 欢迎李庆 接下来我们的网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汪洋 在追风者中扮演沈涂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戏里面用的这支钢笔 因为沈涂南是央行的高级部门 每天要签出很多东西 用得着笔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在拜师那场戏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礼物 送给了薇如来 是的 我还记得那场戏 也对你在目 我们的涂南哥 把这个笔作为一个 像是一个关键性的道具一样 传承着自己的土地 薇如来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我们欢迎薛琪老师 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王薛琪 我在这个片子里 饰演徐露 李庆功夫者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尺 这尺 说的是什么 我是一采访首艺人 实际上这个人的身份很多 会变很多 比如做饭 画面一切到这个裁缝片的场景 心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大家都觉得一见到您 那个剧情马上又迅速带入了 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关键 不要问 是 表面看着可能真的 其实是很紧张的 地上弄得不容易 他们服务很多很多 是的 我们再次欢迎薛琪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的西雅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的西雅 在剧中饰演牛春苗 听说大家都特别馋春苗的浆片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点 各位见面的 春苗真的把浆片带到现场了 对对对 我们一会儿可以送给你小礼物 分给我们现场的老师们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一会儿 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欢迎西雅 接下来我们的宋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宋帅 在最终我饰演的是黄丛云 然后今天我带来的是笔记本和眼镜 因为作为先生的金牌秘书 我要时时刻刻地为先生 记录会议 今天的会议要详细记录 是不是 但你们发现没 黄秘书你眨下眼睛 不输油途了 我差点没认住了 说明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带入的 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我们的演员宋帅 好 今天我们的追风者小分队主演们都已经继续了 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为观众们特别收集一下 剧迷乱想要问到的问题给大家 首先我们还是从若来先开始跟大家聊一聊 其实这次呢 扮演的若来这个角色 他不仅是一个心向阳光 不断成长的一个青年 也带给我们看到了少年不断成长热血的一面 想问一下 易博如果你用一个词语形容一下你扮演的这个角色 为了而来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 其实我认为为为了而来身上有很多词语都可以去代表它 我觉得重要的几个词可能是热血 然后包括聪明 还有有家国情怀 聪明 热血 有家国情怀 而且其实这个角色我们是看到它有丰富的成长过程的 大家都说看到易博诠释了一个从青色的少年到一个金龙的天才 一步一步发展的历程 其实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拍摄的时间 易博是不是还立意在我们拍摄的这个过程 是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是在顺拍的 所以心理上也会有这种过程在里面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陆续跟大家来聊一聊 拍摄台前路后的一些小花絮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我觉得感情分很多种 然后呢 之前我觉得导演有介绍我这个角色 以及就是他想展现的是 那个时代女性思想上的一些交锋 更有意义和更有趣 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观众去想象 观众去猜 是的 让观众去看 我们的剧情其实还有两天就要迎来大结局了 所以心情很复杂 又不舍 但是又很期待大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在剧中呢 其实我们的靖珍和我们的薇尔莱 她也是一对好搭档 我们亲情也认为 就是沈靖珍跟薇尔莱 她们两个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伙伴关系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革命友谊非常的深厚 然后也是薇若来信仰路上的引路人 是的 信仰路上的引路人 所以其实专心搞事业的这个伙伴 是非常帅的一件事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小互动 是专门为我们的薇若来准备的 前两天举情的这个推叠 若来是带着我们的两位小伙伴 来到了你的家乡江西吉安 所以今天在我们见面会的现场 也可以特地为吉安这个地方来打打扛 来分享一下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 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下道具 我们请一博离步到我们的台色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考验 要送给一博 要请一博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哪一些是我们若来的家乡吉安的特色 然后试的呢 一博就贴一个小呼吸 好不好 我们从永峰庄园机开始 好像都是 好像都是 有美食 有美景 还有这个历史人物 都是我们江西吉安的特色 是不是 好 到底回答是否正确呢 我们把掌声送给一博 全部回答正确 以上都是我们的吉安的特色 我相信对于这个地点 我们西雅应该也非常熟悉 因为剧中你扮演的角色 也是我们若来的老乡 对不对 对 提到江西吉安 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就是非常的美 然后有很多的茶田 然后景色都特别的绿油油的 给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是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春苗啊 在剧中老含我们若来一个别的名字 是不是 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想请你教一下我们到底这个正确的读音是什么样的 好吗 其实剧中就是按照普通话的方式在教它 但是在江西本地他们的一个方言 我们大概学了一下 可能不太标准 是哥公仔 哥公仔 哥公仔 哦 它其实跟距离喊的还有点不太一样 哦 对的 对的 哦 我们请宋帅哥们学习一下好不好 怎么喊的 哥公仔 是这样吗 哥 哥 哥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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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西娅的分享 然后除了我们西娅 我还想问问我们的徐老天 因为其实 在剧中有注意到 您有一场戏 有分享到 说到了上海之后 这个口味感觉不对了 还是怀念江西的美食 徐老天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您了解的这个江西的美食啊 哎呦 江西的美食 我还真不知道我看看啊 哈哈 江西吉安比是生好的 哈哈哈哈 我说啊 都好 都好真 真的都好 反正跟北京完全不一样 或者北京人 明白 对北京知道 嗯 对这个呢 就是 但都吃了 嗯 呃 这个这个 没事 都是我们这个 吉安的地方特色 啊 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吉安 去品尝一下 是的 谢谢学基老师的分享 刚才一波给我们分享了 我们若来的家乡 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吉安呢 是一个人间地零 文化昌盛的宝地 也素有金鲁林和江南望郡之称 更有文章结义之邦的盛誉 像我们图片上的文天祥 欧阳修 还有包括杨万里等等的历史文化名人 都是出自我们的吉安 那不仅如此 我们图片上有一个井冈山 对不对 也正是在我们的江西吉安 锻造了井冈山精神的红色摇篮 毛主席在1965年 崇尚井冈山 也写下了快智人口的水调沟头 崇尚井冈山 我相信这句词 我们剧中的主创名 应该非常熟悉了 叫做千里来寻故意 旧貌欢心眼 所以也推荐大家 可以多多去打卡 我们魏洛来的家乡 红色摇篮山水吉安 谢谢一国的分享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分享完了 我们有美食有美景的吉安之后 我们要来问一问 我们的沈大小姐了 清清 有网友说啊 说这个李信 感觉是虐具的统治区 老是演虐具 对此有什么回应吗 我觉得好像虐我 大家都挺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如何虐观众 这是我们导演的统治区 因为最近网友都在说 这两天都就是哭惨了 然后尤其是我跟杨哥 在演那场绝类的戏的时候 其实导演在现场真的 让我们拉满 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不要打 但是导演觉得 可能这样的戏剧张力会更强 所以我觉得虐观众 我们导演是他的统治区 虐观众导演是认真的 导演太前排 很欣慰地笑了 是不是 感谢你找导啊 也想再问问秦姐 因为那场戏的话续 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有看到 在拍完大的感情戏之后 庆庆和杨哥都是久久不能平静 所以那场戏其实也是酝酿了很久的吧 嗯 这个 哥哥 杨哥 杨哥 那一巴掌是做了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打下去的 剧情推到边了 我觉得需要一个最强烈的释放 那是一个对于选择单来说 最应该做的 在那个时刻的一个举动 即便等观众觉得怎么能打自己的妹妹 可是在信仰面对冲击的时候 她会走出两个神 更多的是 其实应该让秦姐说一下 她这场戏花了多少心理来准备 哈哈 哎 没有没有 我觉得就是因为前面的铺垫 因为有两次跟哥哥面对信仰的这个交锋 那我觉得第一次可以用情感去转化掉 但是第二次你必须得直面 所以当老徐在我面前轻眼吸收尿的时候 她是有这个情感的爆发 在那一刻是可以释放出来的 所以 就是可能人物累积到了那个点 你就把自己当成神经症 一路走过来 然后在那个时候释放你的情感 是的 我们谢谢两位演员精彩的表演 你看好的演员和好的表演合作 她就是可以把观众一下子拉那样的极致的情感呈现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说到我们的图男 就想问一问我们的神图男的扮演者王阳哥啊 最近好多的剧情 因为一直在变化变化嘛 观众们都说 这个神图男的男不像是男妙的男了 像是太男了的男了 王阳你是如何回应呢 你觉得神图男是不是确实面对了很多的难题啊 的确 的确 其实一直在追看这部戏的人 应该知道神图男有多难 那么还没看戏的 你们看了之后也知道神图男会有多难 那么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只是想说从大的方面或者小的方面 两个方面 我各举一个例子 信仰 这是最大的 这个 他究竟应该是选择红色的路 还是应该选择他坚信的三民主义 这个是 对于他这个年纪 对于精神层面的一个最极致的追求 所以他会很难 还有小的方面就是 你说我身边做了两个如此优秀的 一个是我的私人助理 一个是我的秘书 这个端水怎么断 你说难 这个端水观众来看太难了 一想到王阳就觉得端水了 那优秀 你看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坐在这 然后能力又都很强 那作为领导来说 究竟怎么应该平衡这个关系 其实不光是神图男的难 任何一个领导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昨天更新到32集了 大家都觉得掉足了胃口 因为一方面感觉好像跟若来师徒 要貌似站到一个相对对立面的感觉了 那一方面又很紧张 觉得说不想这么快的迎接大结局 所以我们也不同期待我们后面两天的剧情 是如何更迭的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薛七老师 因为薛七老师我们的剧中 演的是一个我们的裁缝老师 也是我们的薛老爹嘛 您认为您跟这个史金珍 他们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其实这两个吧 我觉得在当时来讲 总之上派这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可能有这个用意 这个一个是 没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一个老爹 那么这个沈亿珍又是一个 没有弟没有父亲的一个 单独的姑母在一起 他俩虽然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呢 很难不产生这种 妇女之间的情感在这边 尤其是一个小女孩 她在困难的时候 在可能会做出各种各种的态度 所以说 两人看起来呢 这个不仅有这个 上下级的关系的东西 共有更多的 还有妇女情感的这种东西 是的 除了一师一友的感觉之外 也有这个妇女啊 伙伴这样的情感 他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他因为有这个关系以后呢 他有着 他如果心里不高兴 这事不愿意去做 他可能多上一两句 只要跟一般的 这个上下级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 是 祖室说什么是什么 你不能说 这还可以祖室停嘴 那你早就完了 是吧 他这个 因为这个小女孩 他就 他就确实是在 这个手下留情 而且呢 他这个情感也 也不忍不住 所以说 也很 也很 所以这两个人关系 一个 人感觉到 哎 听情感 这么温暖 这么一个 我们党在地下 很多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温暖 非常丰富的一组人物观 对对对 徐老师想问一下 这个徐老爹 这个人物呈现给观众的时候 学习老师 有没有设计 哪些小细节 在这个镜头的分秒切换之间 因为经常就看到 面对我们的是竞争 是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 然后突然有了变动 马上就是一个 另外的代入感 学习老师 是怎么样设计的 他这个 因为有这种关系以后 在这个工作中啊 经常有他这个 就是命令的一种口气 或者是下了任何的这种口气 但是没想到 这边 能提这个 他也是很无奈 哎 想花脾气 想什么 可是看他这个样子 又要不发 所以这里边 我觉得 他因为有这个关系在里边 所以这两人的关系 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那样的话 就看起来 就是上传下达的 这个就没什么意思 那就他 他撒娇 那他就会觉得 嗯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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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怪可怜的 但是呢 总之工作也就去完成 他就更多一级耐心 所以他在讲 看 有时候 有时候可能说不了 就是 那我是领导 他是那种感觉 上下级关系 这是很厉害的 这个部队 就是因为我在部队 我就知道 上下级关系 那是很严格的 你再有意见 就是逼你 你看我那个演完戏 演完话 这 那首长的上台 我觉得我那个司令最年轻 我跟郑伟最老 跟郑伟那是高后两脚 那白头啊 就是 在台上就一把椅子 那就是司令安装 那郑伟就是站着 是吧 那是上下级关系 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 没办法 跟他有什么情况 就是我们是软硬电视 有时候红 有时候是吓唬 有时候在在在 开玩笑 能接受就行 可是这个好 东西好看 一个人导演 他这个想法 还有编剧 写得非常好 是的 谢谢王秋七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我们的剧中我们竞争的这个一师一副的角色的关系啊 接下来想问问杨哥因为最近有好多部作品跟我们见面 特别是在爱奇艺跟大家见面 像《无所畏惧》啊《显微镜》之下的《大鸣》啊 只要在奇艺播的系的所有的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请您先帮推谈 行 行不行 我们给王阳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 太棒了 其实很多人都说王阳是巨抛脸 每个角色都不一样 能让观众马上就带入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其实跟王阳哥聊了之后 我又想把问题回到了王阙锡老师 因为很多观众特别爱看您发的微博 然后有一个微博呢 他还爱到了我们的亲亲 然后说徐老爹很生气 那个沈金珍 那个你来说 亲亲还记得那家微博吗 就是 但是我也没有太懂这个是什么 王老师很年轻 他就武器冲了 其实沈金珍在心里面 他对徐老爹一点都不好 怎么说 他基本上都不懂事 就是不懂事 你说那点什么事 他跟你就相反调 是吧 那实在不行了就在旁边哭 就哭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这个徐总好的领导 你是没碰见过坏领导 你碰见过坏领导 他不一样了 那就不是这样 那你还有 尤其你 你哭哭咧咧的 这那那这 你干什么 是吧 是吧 浮足命令 听得听 怎么是浮足命令 听指挥的 你真麻烦 不要总淘气 是不是 对了 你已经知道 希望你也为啥生气了吧 嗯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确实 小小的冲动 因为看见 比如说像若来有危险的时候 就没有下达命令的时候 自己就去执行了 嗯 就觉得 但是我觉得 我对你也挺好的 看天中也要给你准备点药啊 你是 你是屡胶不改 你知道吗 等做完他会 他又做 他又弄了 你说 说是你说他不会抱 我会抱 嗯 但是 我们的学习老师 能不能重现一下 那个祈祷落脚脚的表情包 跟我们的可爱的王宝贴 武器冲了一下 是吧 这个沈静真 他简直是吧 哈哈哈 可以做的啊 玉米好了 吃玉米的吧 哈哈哈 想唱唱给我们的 可爱的学习老师 太可爱了 啊 我们是金珍 其实这一下 我觉得一定得服管了 我们 感受到了 学习老师 如此童真 可爱的一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来弄我们 牛车苗的扮演 知道我们的西雅聊一聊 嗯 其实有人说啊 其中跟这个 未过来的这个人物关系 有点像是这个 未知数和牛乡琴 我觉得你的年纪 应该没看过这部戏吧 哦 看过 我的年纪就是 看过 哦 真看过 看过 你认可吗 网友们这么说 呃 其实我觉得大家特别可爱 就证明了我们的角色 非常的生动 呃 鲜活 呃 这一点首先 很感谢导演 对 然后 我觉得说明大家 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角色 嗯 其实 嗯 这样子说个原相情 在我的心目中是经典 啊 能被大家这样去 想象比较 我觉得非常的留心 啊 但我更觉得那两个人 他是像 亲人 相互扶持 相互照顾 可能偶尔的时候会 拌拌嘴 对 偶尔拌嘴 但是因为是发小嘛 所以吃根吃底了 对不对 哦 对的 还有一个热狗 你有听过吗 叫牛真的从南边来了 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我看到了 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有这句话 呃 牛 嗯 真的 真的 从 从 南边 南边 来了 大家理解了吗 这一句话囊括了我们台上的 绝大目数的这个角色 特别可爱的一句 哎呀 老爹 一下子被孤立了 怎么老了我呀 哦 他 他才都问 都问了 哦 哦 所以一博之前听说过这句话吗 牛真的从南边来 对 是 是 看到过 然后也听说过 但是 就今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 算是破案了 对对对 好 那牛真的从南边来了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这个春苗 在剧中可以继续坚持自我 迟早报复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宋帅啊 我们的黄秘书 呃 黄秘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在童谣老师心中是什么定位 呃 我觉得 黄聪云在先生的心中 永远都是这种 任凭风吹雨打 我自窥然不动 然后 他永远可以是先生最信任的人 永远可以是先生最坚强的后盾 哦 最信任的人 对 最坚强的后盾 对 是这样吗 先生是这样吗 嗯 没办法来 没出现这些事 哈哈哈 又要开始端水了 是不是 好 那从于其实在这个剧中 也是从头拍到尾吧 哦 是的 对 你自己在表达这样的一个黄秘书的角色 你有没有设计一些小的细节进去 呃 其实有很多 而且 并且导演也会在拍摄过程中帮我去设计和捕捉一些 黄聪云应该有的这个心态和细节 是的 一伯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若来在进入到这个央行 本身是他们两个人的二人小分队 突然变成了央行三人组 你觉得作为角色来说 魏若来有吃我黄秘书的错过 看到他天天 不是他储 哈哈哈 从这个语气中我听出来了 好像是很怕 我觉得没有吧 嗯 所以其实很自信 魏若来是自信的 对不对 他 只会想自己 不会想别人 我觉得 嗯 所以可能更多的会 为先生考虑 周边的人不会去在意或在乎 嗯 对 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一波诠释的若来 呃 有一点是我从为观众角度 我觉得特别认可的 就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专注的劲 他好像进入到央行之后 永远在专注我该干什么 他不太管环境啊 黄秘书啊 所以他能记得住考验 所以我们也期待 在后面两天的更新 央行三人组还能不能 重逢 好不好 能不能见到面 这是我们可爱的央行三人组 我们图男的左膀右臂啊 好 接下来呢 其实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到了昨天的更新日啊 整天 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互动游戏环节 我们会把各位主创分成五个小组来进行游戏 两两组队完成挑战 首先我们的第一组是热血青年组 我们的成员是魏若来神经争 我们有请二位起立接受我们的挑战啊 好 第一个游戏呢 其实在剧中有一集的有一个名场面 是我们的神经争交魏若来大枪 若来也很争气 从这个苗动准到变成了这个神枪手 所以在我们这些现场要考验一下我们的热血小分队 以标带枪二位这个飞标批拼 看看谁更有准头 我们先请二位商量一下谁先开始挑战好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他是游戏王者我肯定是屁股 屁股 一个一个来 我们先请亲亲来好不好 那亲亲我们把三个我们的这个标枪送给亲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站到前面了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比准头 看看三个人的这个环数谁更靠近把心 你们觉得谁会赢 我问一下先讲的观众朋友们 谁 神经争 还是相信神枪手 我来拿下来 好 我们请亲亲开始挑战我们的这个标枪打散 第一标 图巴 图巴 一波小小的双一伸托把 二环 不是你得这么笨 你往前点 哈哈哈 老别招贴了 有点太往前了吧 有点太往前了吧 亲亲 稍微往后一点好不好 来 第二枪 好 一个一个来对不对 好 我们第二枪先请一波开始 七环 我已经零项五分了 亲亲 第二枪 第二枪 八环 所以现在比赛的焦图十分为七分 一波 这个压边算大分对吧 所以也是八环 一波说我让他一分 好 接下来 亲近的第三枪 他是七分 加 黄的七分 十四分 第三枪 现在是三分 现在是三分 神竞争现在是十三分 我们看一波的最后一枪 五分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一波 十九分 赢到了比赛的胜利 来 二位入座 要小小的采访一下 亲亲 镜中的神枪手 剧外输给了跟自己学枪的一波 没有 其实当时他在现场 其实一波是比较会打枪的 他其实打得比我好 他要演的就是很像 就是不太会的样子 所以我就说嘛 他是游戏王者 他应该是很厉害的玩游戏 他本身玩这种竞技类的游戏 其实都很厉害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第一组热血青年组的挑战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组 参与我们游戏互动的成员们 是红色理想组 我们要接着请上亲戚 和我们的徐老爹 学奇老师 不跟那一组 他才笨的 我也觉得是 换一个吧 学奇老师 你这回来给他立下了 那万一人 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吧 你换一个 来来来来 哎呀哎呀 他有哭了 有人哭了 学奇老师 你快快 活过人家 人家 我跟你玩了 我们俩怎么着吧 这个呢 游戏叫做 你一年我猜 顾铭思议很简单 学老天之前 学奇哥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 没有 但奇奇应该玩过 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词语 一个人笔花 一个人猜 考验的是二位的合作能力 看看三分钟之内 如果能达到七个词语 结尾 挑战成功 二位谁来笔花 商量一下 您笔花吧 您觉得呢 还如果 猜吧 是否先猜 您笔花 我猜 猜 猜 好好好 您猜是 站在这边 我没想到 救命一下 来 欢迎 谢谢老师 我们转个身 对 我们 对 对 对 好 哈哈 我们准备搬下来 好不好 亲戚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规则是这样 尽量用肢体言去比划 不能说到上面答案的词语 好不好 三分钟 倒计时 属于我们的 一会儿可以搬一下救兵吗 就是 我们是团结的这个热血 可以 不是热血青年 但你要说我不行了 求助 好 好 好 水月二人的三分钟挑战 现在开始请听题 你傻呀 哈哈哈哈 追 追 这孩子真有事 回来证据 第一点挑战成功 第二题 就这种智商吗 哈哈 导演以后别用了 哈哈 嗯 您的执意 哎 我这刚说 尺子 才能啊 哇 关系 回来 两分 再提 您 嗯 我 我的技能 他的技能 啊 你 你什么技能啊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我在上街 不是 你 你不是比我 你什么比 干嘛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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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射箭的 哈哈哈哈 三个字 三个字 就是那个三串啊 哦 你是唱新戏的啊 这小子 不是你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关键事 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技能 在戏里的技能 你的技能就是哭啊 哈哈哈哈 导演你来哦 哈哈哈哈 实在是跟咱们没法合作 我们实在是 太准备过半了啊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我们过一题啊 好下一题 两个身 我的身份 拜拜 你先跟我招牌 哈哈哈哈 来 这种 我要去 我成了球 我看大了 你只要帮帮忙 不是 这个怎么形容 拒绝 拒绝 对这个 老子老白 这种人 这不太像你 不太像我 那下你那不错 好不好 对 站上 站上 不要不要 什么叫不要 哈哈 哎呀 我的身份 我是上海的什么 你上海的什么 你来参加 你来 你来参加 我的 呃 宴会了 然后我是什么 赵大雅 哈哈哈哈 这个 我要不要帮帮帮 杨哥 你怕是什么呀 这是在上海 比较年轻的女性 有社会地位 我们成的为什么 两个字 嗯 上海社会地位 模特啊 哈哈哈哈 呃 在 在那个 我们过一题好不好 看看下一题 来 好难啊 好下一题 原来跟所有的 有一些 哦 您在心里头 给温柔来 那个 是 三个字 呃 就是给他 给他干什么 给他干了什么 干了什么 嗯 这个 这个动作 坐下来 对 然后坐 太美了 你先坐下来 然后你的肩膀好呀 哈哈哈哈 不是这个 哎 他这个 他是一个 一个动的比较 我们换一个动 动 好 这样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 二位交换 我们请徐浪天来 表述 清静来猜 我已经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咱俩没有默契啊 是吧 好 对 我们请徐浪天 带来描绘三个词啊 第一个 我们有带多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 如果没有 这个 好好看啊 吃玉米 你看吧 我 哎 回答正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不是吧 嗯 到几时一分钟 好 什么 带礼貌 哎 回答正确 礼貌 答对了 接下来下一题 二环 耳环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比较的好 猜的就好 哈哈 所以我们猜 我猜不着 都 首饰啊 哦 首饰啊 我们再次把掌声赞给清静和清静老师 耳环 耳环 哈哈哈 感谢二位啊 我们这一组的你来比划我来猜 圆满获得了胜利 看得出来二位是相爱相杀的这个人物关系啊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三组完成游戏挑战的主持人们 他们是我们的发小老乡组 有请我们的背后来牛春苗 有请二位 请你来到我们的开箭 欢迎二位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们上道具 这一轮呢 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面前呢 有一些这个豆子 然后要考验一下二位的这个手上的精确度 我们不能用惯用手 我们改用左手 拿左手夹取豆子来到我们的盘子中 计时一分钟 看哪一位夹取的数量最多 几位胜利 好不好 二位准备好了吗 到计时一分钟 现在开始 夹豆子当挑战 二位准备好了 很快啊 好 现在两根都是三粒对三粒啊 哎呀 四粒了 下那边六粒了 这个左手啊 又不习惯 是越有越紧张的 一点 几致吧 这就是几致啊 倒计十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大了 掌声 到那位 作弊 我本身想说一搏作弊的 但是呢 我回忆了一下我说的规则 我只说了用左手 把豆子夹到盘子里 这么说的话 好像是 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杯子的远近 对不对 不是夹吗 是感动 感动的 你看 黄秘书你又吃醋了 你又举个人要来作弊了 是不是 好 感谢二位完成挑战 我请工作人员帮我 把这个倒计桌 开到彩色 谢谢 接下来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游戏了 下一个组合 是我们的 兄妹情生组合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 我们的 沈静真 沈图南 二位这次不用其力 我们坐着来完成挑战 这一轮的游戏是这样 因为剧中的 二位这个兄妹的人物关系 其实深深牵动了很多观众 我觉得这段感情 非常非常的动容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 二位之间 到底了解彼此有多少游戏 叫做 画个我心中的你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送上道具 好不好 来 这个游戏呢 是这样 在一分钟的时间啊 二位的题板上有个小人 两个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 我们要在这个小人上自由作画 画的是谁呢 竞争 你画的是图南 图南画的是竞争 我们看看谁描绘的最准确 好不好 那沈图南你算完了 好 属于兄妹的挑战 一分钟到几时 现在开始 看看怎么画呢 看看怎么画呢 但是老爹还是很冷心的 帮秦秦打开了这个 猜笔笔杠啊 神充男你做好准备啊 哈哈哈 哎呀 这怎么会 这段感觉杨哥非常顺利 很知道自己要画的是什么 他说我配吧 黄秘书眼神 这边只勾勾勾的指 只看着先生啊 完全不看那边清静话 好 我们最后倒计时 15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是真的 我们先进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心中的沈图南 请翻盘 学习老师又笑了 好 这样我们先请李怯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心中的沈图南 我心中的沈图南就是 呃 巴巴巴巴巴巴很能说 然后要怼我 就是一直在说话 嗯 然后呢我觉得他内心又是非常温暖和爱我的 所以他的双手是在拥抱我的 他就是那种口闲体正直这种感觉 哦 你说的好像比画的要好一点 哈哈哈哈 更准确一点 这嘴巴 你给他展示一下吧 欣欣 我不是 就是张开的嘴巴 嗯 然后就一直巴巴巴 就是 很能输出 一分钟你就画了这点 越来越修正 这个很精准了 哥哥 一会儿你看我 嗯 两个觉得妹妹画的 自己